女孩多大可以开始有性生活 六条妈妈的亲口 告诉女儿的青春期知识 记得收藏转发 尤其是第六条呢 特别的重要 第一 不要随便一个人和异性单独相处 男长辈男老师也不行 坐男性朋友车时 请坐后排 并把车牌号发给自己的妈妈 或者是女性朋友 第二 孩子至少要过了青春期 等生殖系统发育完善之后 再开始性生活 过早的性生活和怀孕 可能对女孩身体造成损伤 各种妇科病也很容易找上门 第三 卫生精用久了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所以要记得钱换 一般情况下 白天六片 晚上一片 这个呢才是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四 记住 紧急避孕药是性生活后吃的 不是事前吃的 可以在包里放一瓶艾滋药 要遇到坏人的话 可以让他看药瓶 说自己有盖滋病 第五 女孩穿裙子的时候 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弯腰翘屁股 双腿呢要并拢 不要张开 上楼梯时 最好不要靠着楼梯 扶手的那边走 否则呀 很容易走光 第六 如果女孩自己一个人 租房住的话 门口一定要放一双男鞋 点外卖的时候 性别显难 遇到紧急情况 不要喊救命 而要喊救火 建议所有的家长 给孩子准备一本 妈妈送给青春期孩子的书 放在孩子的枕边 这本书会把一些妈妈想说 但又不太好意思说的 生理心理安全问题的答案 告诉处在青春期的女儿 教会她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珍惜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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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